开箱视频来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Angel 很久没有给大家拍摄了淘宝的开箱视频了 终于迎来了我最新一期的淘宝开箱 因为这一批货是春节前采购上单的 是在1月7号发货 历经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终于收到货了 没错 这一期主要买的都是一些衣服 很多很多的衣服 为什么这些衣服这一期我就没有直接菜包裹 而是菜完包裹之后 给大家去拍摄这个视频呢 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小故事 这一批淘宝的快递包裹 我再拿回来之后呢 我就放在钉上想要亮一下 等过几天就是这些病毒消一响之后 再进行开箱 结果我放在这个角落的时候 第二天我家老大就是上罗爷 就帮我把所有的包裹都菜完了 猜到满屋子都死了 回来我大发雷铁板给冻了 就是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脏法入火了 因为小的时候也很喜欢咬我的东西 我的膏跟鞋 我的耳机 我的睫毛膏 还有就是我家的沙发 还有我家的墙壁 就不一些脸都被它咬坏我 然后也被它咬烂我 那这一次的话呢 其实很久很久被一张发火了 原因是因为它真的让我太生气了 它最近犯了很多的错 它偷吃牛油果 偷吃我的可可拿的饮料 然后 咬烂了我一双靴子 它那个把那靴子上面 那个舌头那一块鞋给我咬掉了 这双鞋子就包废了 然后呢 紧接着 前两个蚊套我快点拿回来之后 它就把我的包裹全部拆了 所以 大发雷体 就这个 一下子就爆发了 我突然想说 你都快七岁了 你怎么还可以这样抹咬东西呢 拿出来给 狂骂了一遍 照语了一遍 之后的话 这几天稍微会表现好一点 所以在这一期的淘宝 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的整个外包装已经完全 被拆掉了 它帮我 它帮我已经检查了一遍 就在我自己还没有拆包裹的情况下 它就帮我检查了一遍 那这一期的话呢 主要就是一大批衣服 这一大批衣服的 都是来自于广州的批方市场 因为以前我是生活在广州有十几年的时间 那我是非常喜欢去逛广州的服装批方市场的 我们都知道 其实我很多的服装批方 其实都是来自于广州的服装批方市场 包括有白马 天马 红棉 还有就是第一搭档 但一遍整个全部 遍布了全球最集中的 那个白马的 就是那个那个 那个服装的批方市场 而且它的更新速度非常快 那我当时因为 最早来到广州的时候 我就是住在那个附近 所以我很习惯去那边逛 去逃最新潮的最新季的这些服装 所以这一次的话 在春节前他们有清货 我看到很多的外套的价格都还非常不错 所以就逃了几件 那今天我们最好多说就一起来看一下我 逃的这一批来自于广州 服装批方市场的服装到底怎么样呢 合不合适呢 现在我们已经起来开箱试穿吧 那今天开箱主要有 第一个就是这三件后外套 都是趁着在春节前 他们冬装清货的时候下单的 这三件外套是我当时看的 我非常喜欢的 那另外的话呢就是 我身上的这一套 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套 这边没有看到像这种 就是我比较喜欢的这种款式 它是中户 我单配一支架子的位置 就是很简约升鞋快速的版本 但是呢就是说 我一直在中东西想要找一套 像这套章就没有找到合适的 刚好就看到这一套 当时也是在新货低价出送 所以呢我就拿了 上升的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另外我们看到呢就是有两件 这个这意思呢 一件是这个绿色非常流行的 绿色小鞋 另外是一套演艺曲 一会儿我一起猜给大家看 然后就是买了一些袜子 因为之前买的袜子 就是感觉上面其实很好 它会有一定型的 所以我自己的第一次就买了 最近又买了一些袜子 然后呢还买了两双面红红红袜 这个时候秋冬的时候 你的红红袜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这样出去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太冷 这边的袜子 需要养得像这种外卖的非常贵的 我想希望是莱斯看的时候发现 都是卖十几美金 所以就在淘宝那边也淘了两双红袜子 看起来还不错 之后我要示范一下 看它会不会完成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第一套 第一套就是我身上的这一套休闲服 这一套休闲服是非常紧别的 看前面的话就是很简单的这个字幕 然后颜色是白色 我买的是棕马 所以相对来说它是会比较宽松一点 其实刚好这个季节 我怎么办呢 都搭个学院子再搭个外套就可以穿 我像这样的搭就是 就感觉很休闲 很舒服 就是它裤子是很宽松的版本 有两个大口袋 然后衣服的话就是这样的 这一套衣服我还是比较兰力 但是防得这样的衣服比较便宜 也好像才一百多一点点 期货在几套当中 我就选上了几套 觉得最一套是最耐看 也是最板搭的 我可以用手机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上身的效果 我整体来说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非常紧别 但是这个颜色就显得不是很白 然后还有什么特别的设计款式 但是这个衣服就非常耐看 然后就两个大口袋 一种很喜欢的 因为现在来了美国中国 我就很喜欢这种 红布衣服的帅帅的感觉 下面就随便搭上运动的鞋就可以了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件 第二件 这个是一件绿色的上衣 这个上衣当时是因为 就是说我很少有这种上衣 就是单独去搭的 可能很久没有买过这种上衣了 所以当时看到这个款式还非常不错 所以就拿了 它也是期货非常便宜 而且它的这个设计的还是我比较喜欢的 你看这里是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就是吃袖 然后它的领子这样子稍微会比较温柔一点 然后这边的话是用领牌包子的设计 为了方便大家更好就看到这个服装的项目 就是这件的素领牌这样子 会看的比较清楚一点 那这件上衣我当时买的时候 没有发现它位置很大 其实它是有点大 就穿到我身上了 我现在是要出来的比如说胖了很多 但是还是问题的 尤其是我以前的体型跟体重的话 应该是就是会非常非常大 但是我觉得它这种宽松版 宽松版的这种韵味在 而且它这个领子的设计 你看就是说它这边是加了一个蕾丝边 跟这个就是侧衣的这个料子去搭配 就会写的更加温柔 然后也会有一些设计的小心思在 另外就是它这边加了一个这样子的赤手 也是类似的 就写的整个衬衣一下子 就会看起来会就是温柔很多 也会上档汁很多 我很少现在就是不单独买这种上衣 就是因为很久没有买了 加上有些裙子有说需要搭一搭手也没有 加上这个季节其实我们说 就需要一些这样子的衣服去搭配 外面加一小外套或者加一个小马杂就可以 所以当时看到轻货的时候 这一件还比较满 所以就拿了 那如果说是觉得比较大的话 也可以加一个腰带或者说 搭在裤子里面 搭在裙子里面都可以 那另外我比较喜欢的是它这个袖子的设计 那这个袖子是有一点点这种拉搭袖的感觉 那这边的话我们加了一个裤子 裤子上面还有一个小外套的logo 所以整体就会写的比较欧美 那后面的话呢就是没有太多的一个款式 唯一的是这件衣服它很熟悉 会比较合适 因为我说很惊喜的话它会比较容易揍 料子是那种有点滑滑的 非常舒服 怎么样你们喜欢吗 这个地方还蛮喜欢的 就是穿在身上很舒服 就也不会渣 然后就是会很舒服 然后加上它稍微有一定放松的感觉 其实夏天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当滑晒霜 就在四位比较冷的时候也可以套一套 也是ok的 那又刚好我们身上的这件衣服也是绿色的 那我来试一下这件外套 这个外套呢也是我这一次在去那些奇迫 然后看中的其中的一件绿色的外套 我很少拿这种颜色的外套 我总觉得这个颜色非常蓝当 但是呢看在今年很流行绿色的文章 我就大胆的尝试一下拿了这件 这件外套整个折扣了来的话 才300多人民币 那其实在美国这里我们知道 随便买一些这种女子外套 都要一两百美金 所以我当时也是觉得还是出国内进来比较划算 而且这一家店其实是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经常会去逛他们家的 他们家的衣服设计非常非常时尚 是我非常喜欢的 我以前也在他们家买过很多衣服 那这一件外套是绿色加上这种 嗯 它其实有点像藏蓝色 然后就视频拍摄出来的话 就是能不能看得清楚 它是绿色跟藏蓝色相接的这种拼接 所以呢相对于来说这个绿跟这个蓝色搭配起来 就不会觉得太俏皮 嗯 会比较沉稳一点 还是适合我这个年龄阶段穿了 那我来套一下看一下效果 它这边是有两颗这个孔子的竖籍 但整体这件衣服其实我感觉会有点大 因为我现在所有的衣服我前面上拿的都是东拉 所以整天亮非常不适 它里面是就是有点像米奥的这种类测 就是还是非常的赖看吧我觉得 哈哈 嗯 这颜色还是挺显白的 就会显得你看色很白 我我我没有换衣服就直接就这样套路了 嗯 它面亮其实还是非常厚实 我觉得冬天在 嗯 嗯 就是零度到就是十度 一切都可以穿 因为就穿个毛衣啊 然后搭这个外套就可以了 这个外套应该就是在今年绿色非常有限的情况 那这个外套还是非常非常的白秀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呃 但是唯一的一点就是 因为它是会有毛毛的 就是它这个面亮会有毛毛的 我不知道会不会就是穿了一两年之后它会不会起毛球 因为我的外套其实都会穿很多年 像说女子外套又不是天天穿 所以通常一件外套买了之后呢 嗯 我我久的比较比较比较久的外套其实 基本上都已经五六年了 嗯 然后像有一件报纹我非常喜欢 没有带过来 还留在国内 我如果说什么时候可以让我妈给我寄过来 或者带过来 然后我一直都还是保留着 当时也是在服装批方市场买的 因为服装批方市场每年在 嗯 就是每个季节末的时候它会去清货 因为它是板机去上的 比如说到了夏天的时候 它会提前去上提前一个季度 在春季的时候它就会去上夏装 那冬天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准备去上春装了 所以在冬季的时候它就会把自己冬季的服装要进行清货 比原型的价格便宜很多 所以这件外套当时拿下的财子在版99 人民币哦 就是五十五十多美金啊 能够拿到这样一件女子馆头 我觉得这双划算 而且另外呢 它有一点小心机的设计 除了它这个 就是这种蓝色的绿色 条纹相亲的这种非常时尚的设计之外 它的口袋也是很漂亮 你看到 它这个口袋非常漂亮 它是这种外挂式的 这样子的口袋非常大 这种电子可以擦在里面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件 这个呢是一条连衣裙 因为我是非常喜欢穿连衣裙 不喜欢穿裤子的 当时呢我看过的另外一条连衣裙 它没有货了 已经被人抢走了 就只剩下这个款式 那这个款式 看起来就是比较解约 比较大方的这种 所以也是这个颜色这个款式 比较适合在欧美穿 不会写的说太突兀 所以呢当时就拿了这一条 这一条连衣裙 差不多不到20美金吧 所以就觉得非常划算 就一起戴了 他们家 其实就是说 像是我长袖的连衣裙 以前会有很多漂亮款式 但现在都不是很粗了 可能是已经卖光了 没有货了 那这一条连衣裙 它其实就是很简约的 这种黑白质 我当时有点犹豫 会不会就穿上身之后 会写的就是皮肤很黑 但是呢 这样撕上来 就感觉就是说 还是挺简肤白的 而且它这个袖口的话 是有一点这种 就是皱褶的设计的 就是有一点松紧的皱褶设计 然后领口里面是约字型 然后搭配了就是一盘这样子的扣子 这扣子是可以解开的 然后下面的话 是一个这种小裙板的设计 整体是非常简约大方 然后可以搭配一个腰带 这样子会稍微会写得瘦身一点 就是那种细型的腰带 搭配一个就可以了 这件连衣裙还是非常喜欢的 它料子也很舒服 是这种学法面料的 有的时候冬天也是用一两件 这种长袖的连衣裙 因为我大部分的话都是无袖 就是那个吊带的那种 就很少这种长袖的 所以呢也想囤起这种长袖的 也魅不出出去 而且这个款式的话 我觉得就是约会啊 上街啊 便室啊 或者上班都可以穿 冷的时候呢 就搭个小外套 这样再凉快一点 嗯 就可以直接上单穿也是ok的 嗯 这是整体的一个爽身的效果 那因为这个是同一个身体的 我们来搭配一下这件外套 这件女子外套也是大师亲和三件当中的其中的一件 主要是因为这个款式我觉得 嗯 会比较沉稳一件 就上班的时候 出来会写的 呃 更加丧重一些 或者说 有的时候 搭配一些 这种 就是泪血隔壁 礼服的感觉中的一件 其实还是需要 这种 带点西装感觉的 一件外套 以前的话呢 我的外套都是长的 很少有中路短的 那也想用两种短的 那我来撕一下 它这个也是 两个扣子 就有点西装设理的感觉 里面的话 也是这种有点 棉袄的这种 类衬 感觉好大 有没有 感觉 感觉有点大 我的外套 基本上拉着都是这么满 我的外套不能穿太小 有时候你一穿毛衣什么的 那就会写的很臭 那它的一个设计就是说 这边上面我有一个 口袋 然后下面这边也有一个 口袋 然后是属于这种 条纹 黑白条纹的设计 面料也是泥子的 然后这边 袖口的话会有一排 这个扣子的设计 整体 这件衣服 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厚实的 就我买的这一件 还有那件绿色的 都是非常厚实的 没吃掉 可以吃掉 也没吃掉 面条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件外套 大棉袄 当时其实最早我想要买外套 现在我们最一点看到在心部 刚好我想要买一件主要上市沾淘宝上一套的美金单色对于太便宜了 才一百多块钱就是那杯的鸭肉都承托了 就这样说买一件好一点的所以这一次就下了决论 这一件的话呢是轻浴啊轻货奖打完则四百多 我觉得就是在国内淘宝买的比较贵的一间运营 它颜色就是说好像是在广州服装批方式里面给一起拿的 所以它家的款式设计我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 就是很时尚很潮流 在外面买的话呢我觉得明天起来我一个人想拿 是一个发的网络 这是一个帽帽 你看这色子这里也行 好喜欢过的就是帽帽的 然后这个颜防颜色 然后最主要是它这个是双蜂蜡的设计 它只有两个蜡蜡 它颜色太早 但是我为什么神奇 就是因为我家狗把这些衣服给拆出来了 我很怕它给咬过来了 所以你知道我看到的时候起的不行 哦你看它里面的泪胆是这样子 就是看了就心情很好的感觉 如果穿去学里的话 里面就是拍照是很漂亮的 哇好可怕 就算是非常有厚实 但是它其实就没有成长的衣服 但是有点鸣风的感觉 就是因为蜡蜡蜡 然后呢是蜡蜡蜡 然后呢 鱼姿是双橙零 双橙拉铁设计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加了一个口袋 但是我们需要拉铁地打开 然后这边这一片 这个上面这一片是加了毛毛 然后这边的飞带设计 我们说比较喜欢的 但是可以放手机 拿着一个拉铁设计 口袋好大 很大口袋 刀是个颜色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是 比较喜欢的 这个颜色是设定的 然后下面的话 其实它是有一个说简单的设计 就是摸出觉得下面太大 可以把它缩小一些 这个颜色 就是这颜色 设计的 还是在唱的 很喜欢 那些 400度 零费酸辣 的话 也是 不到100倍 但这颜色 就能够 就稍得 200倍 以上 这些我看到了 获行的一件 打赫者 都在200倍 它没有一种好看 就是它无线黑色 美容化的射手机 长幅拉上拉力 可以扫一下 好 小心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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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闪啊 我把你屁股拉一下 拉了一件 虽然说不着这两款拉面有意义在哪 但是这个设计很奇怪 而且这个很好吗 如果说再冷一点 我们到学三十万的时候就可以这样 哇 哇 好吧 大回事 好想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今天还挺好的 我能不能 我能不能动起来 好啦今天整体的开箱的衣服就是这么多 就是三件外套加上一套修写妆 加上一件绿色脏衣 还有一件脸衣裙 但是其实因为外套太蓬松了 所以在这件衣服 面对外套得还蛮贵的 这一套修写妆 就这么自己的衣服 假如说 加上一个 就是其中啊 整个滑入三百 和人民幣的一个衣服 因为 我有跟前面说 她说你的衣服太后呢 没有办法进行压缩 因为也没有压缩带 所以在 沉重的时候 她是非常不舒服 在体积的 呃 但是呢 这就算了 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 真的是在 这边买 第一是买不到三个环时 第二个是 随便一件衣服 外套 不上 外套 所以已经是夹不下来的 我会去 一件衣服 大型 花蕾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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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多美金 差不多300美金 但搜导通许我非常适合 那料子非常差 呃 没有我想象当中的品质感 所以实际上的话 我觉得还没有在挑战 把这次公平进过来 这个这一家衣服的方 也是我非常亲信 在出我之前 因为这场去到他们家 呃 经常去过 红BF 然后批凡市场 所以呢 当时我加了 有他们的微信 呃 他们一直坚持 直到现在 他们还起衣服 严持这种 时尚的风格 我当时就谈到 小姐姐在她的表现 哎呦 结果了 又快结果了 我现在看到了 这几件 呃 收到的成功 还是非常非常满意 别赞 好啦 那本期我们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这些衣服 呃 因为季节 现在已经是来到了春天 我没有办法 给大家做 试穿 呃 在室外去做四川 只能说 在室内给大家想看一下 上升的一个效果 那 在明天冬天的时候 我们穿上 记得多拍一些漂亮的照片 分享给大家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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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更多好奇 好玩 更多好奇 好玩 下次见 Bye 好喜欢这些 然后我们现在一起的小鸟 听到我来 好喜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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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